用垃圾来做一些产品 就已经是叫做upcycling 但是其实sustainable design 再讲远一点的就是因为一个product 和社区或者不同的阶层可以联系在一起 望到和摸到只是眼前自己的product 当我讲的是sustainable design的时候 是要我们step out 做一个cycle出来 到社区接触不同的人 当它造成了那件事 它会觉得有一个起源 读product是想你做一件东西 当中会令人开心而已 去到我们唯一式的设计 会活化社区 最好的例子就是banner灯 由我们刚刚做了三件东西 它真的出到production 有很多人去参与 讲一盏LED灯高质量的 都要一千多元就知道 打一个电话和一个lighting的供应 讲了整个故事 如何和母女会合作 banner如何去做一些灯具 听完之后他们都觉得 原来我们的灯具都可以 去做到另一个不同层次的一些产品 整个过程之中 联合了一些commercial的机构 社区的EE 帮我们做了一个production 甚至是一些学校和教育的机构 这件事我们真的很高兴 我觉得最好的环境就是 有一个地方集合了香港本地的一些设计 大家都可以知道 其实香港人的生产力是有quality的 一些外国的buyer来到香港的时候 他一看原来这间store 就是我可以在那里找到香港设计的products 这样才可以令到香港的设计更加出名 产品是最贴心的一件事 拿着一支笔 他每次见到这笔 他就会知道这个笔的story 是一个最长远和有效 去讲到这个故事给身边的人听 希望打一个新的角度 告诉你 原来outside club很有玩 这个影响力是我们意想不到的